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得懂 我这小外甥打了一个OK的手势 跟外国人说 Kai you speaker Chinese 我蒙圈了 那个外国人也蒙圈了 来了一句 你说快一点 我听不懂 我外甥一听拉着我手就走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不帮人家呢 他说 他根本就听不懂英语 我怎么帮他呀 这就是学渣的可怕 我曾经跟一个辅导班上过课 不上不知道 一上才知道 学渣的破坏力是有多大 比如说有一次考试吧 一道天空题 题目是 他括弧 牺牲生命 括弧出卖组织 正确答案是 宁可牺牲生命 也不出卖组织 考完试 收上来的题目 那是五花八门 充满了想象力 有一个同学这样天的 他还怕牺牲生命 所以出卖组织 还有是一个这样天的 他与其牺牲生命 不如出卖组织 这两个同学虽然在人生观上有问题 但是起码符合逻辑 有的同学的答案 不仅人生观有问题 脑子也有问题 有一个同学填的是 即使牺牲生命 也要出卖组织 还有一个更奇葩的 填的是什么 白白牺牲生命 忘了出卖组织 最令我气愤的是 我的那个外甥 他填的那是 大旧牺牲生命 二旧出卖组织 看了他的答案 有一个问题 一直在我脑海里 就想不出答案 我姐姐为什么 把这个外甥生下来 还有一道题 是这样的 用关联词连接四句 这四句话是 张海迪姐姐瘫痪了 张海迪姐姐顽强的学习 张海迪姐姐学会了多门外语 张海迪姐姐学会了针灸 正确的答案是 张海迪姐姐虽然瘫痪了 但顽强的学习 不仅学会了多门外语 而且还学会了针灸 但是这帮学札的答案 就非常有想象力 比如 张海迪姐姐不但学会了外语 还学会了针灸 她那么顽强的学习 终于瘫痪了 再比如 张海迪姐姐之所以瘫痪了 是因为顽强的学习 非但学会了多门外语 甚至学会了针灸 你就说这帮学长 这有多么可怕 给自己找了这么多借口 还有的同学是这样答的 张海迪姐姐是那么顽强的学习 不但学会了多门外语和针灸 最后还学会了瘫痪 对于这些孩子 我只能说 希望张海迪能原谅你们 好了 丽哥脱口就天天把你逗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丽哥脱口就天天把你逗 狗你